每個孩子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生活 應該從吃開始 是因為我開始當母親之後 我卻不知道怎麼餵孩子吃副食品 這是一件蠻恐怖的事 第一道主題是職業情侶都會用沾的 有人跟我講自然的農法 有人也跟我講很多 但我最後選擇了四季飲食 是因為台東孩子學務成霸告訴了文件事說 其實這一塊土地春夏秋冬 該種什麼其實早就有注定 食材它原本的味道 跟這個辣椒醬它原本的味道 集合起來會發生什麼樣的共鳴 它有效的把果香 果酸跟果甜 跟辣椒做一個快樂的融合 讓它們結合在一起 所有辣椒跟水果有那種感情 第一拳擊中的就是辣 但是之後它會慢慢的再有猴頭 慢慢的就是溫和起來 當它願意世界到你之後 它其實就開始很好照顧自己跟家人 我們希望可以把台灣的小孩 直接起來 所以我今年串臨我所有的 我這一路上碰到的夥伴 他跟我們每一位夥伴都是很認真的 想要把這件吃的事情談得很好 你們有沒有在顧自己要吃什麼 其實每一個你們的消費 每一個你們的支持 其實就是最大最大的力量 這個力量就會改變社會很多事情 改變食物的安全 專業還要做一件事就是怎麼樣 我們是要紮根紮根 告訴下一代 我們真正存在的成本在哪 另外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去互相 用小石墨的商業模式去連結 去做這件事 讓大家去看到 這個東西是物有所知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 物有所知 的這樣的觀念 一定要取代CP值 對